新学期开始前 许多的家长学生开始烦恼学费 特别是公私立学校 虽然针对原住民学生有学杂费减免 但是有老师以及学生认为 现行的学杂费减免方式 并不能解决私立学校学生的负担 根据104年3月6号所修正的 原住民学生就读专科以上学校 学杂费减免办法第三条 原住民学生就读国立或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学杂费值减免基准 就读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者 减免全部学费及三分之二杂费 或全部学分费以及三分之二学分学杂费 研究所学生比照日建部学士班 所减免之数而办理 不过就读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者 除专科学校五年至前三年外 则比照就读国立专科以上学校 所减免之数而办理 公立大学的原住民学生 他缴交学长会减免之后 所缴交的学长费真的很少 大概几千块 但是私立大学的学生 原住民学生缴交的学长费 尽管是减免之后 还是要缴交三万或四万的学长费 因为私立的学费就比较贵 那如果我们用定额的话 那我们还是没办法就是 真正去减轻到育民家长的负担 对于公私立大专学生 学杂费补助不一的问题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 也提出了相关回应 表示相关修正已在八月底提出 希望能尽快上路 那未来我们规划的方向 会是希望说私立学校 他也能够学费 大概是减免三分之二 那杂费也是减免三分之二 等于说用这样的方式 就不是定额 而是看你实际缴交的 学杂费的负担 我们来做调整 另外副市长也提到 相关条文修正 希望能够在下一学年度时 正式上路 确实减轻私立学校大专学生负担 记者认识杂老八号台北市新北市采访报导